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晚委托即将访华的公民党党魁山口纳金南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转交 他的亲笔信希望尽快改善两国关系并就钓鱼岛日本称间隔诸岛的问题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 另外三艘中国海监船星期六早进入钓鱼岛海域 日本巡逻船要求离开中方称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 中国海监船中午后离开双方没有发生冲突